台湾这几年有很多社会运动 318太阳花运动更创下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运动 太阳花之后从舞蹈到纪录片 很多艺术家用各种方式创作 最近有学者就举办了运动之后特展 邀请13组艺术团体拍摄短片 呈现他们跟政府体制对话的方式 特展人说最重要的不是单一社运 而是如何延续公民的热情和力量 今年3月18号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 太阳花学运 占领立法院将近一个月 并号召数十万人走上街头 成功阻挡服帽协议通过 但在运动之后台湾还留下什么 为了探讨不同个体面对社会事件的反应 策展人黄建宏邀请13组东亚艺术团体 用短片呈现他们对于政府体制的想法 并带观众思考如何延续公民的力量以及热情 南韩在金融海啸后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 许多政策直接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艺术团体育人集体记录一位因为开国家玩笑被起诉的DJ 跟戏剧老师讨论法庭上的用语 讽刺政府就像剧场一样没有真实可言 策展人黄建宏说东亚面临相同的政治环境 他的作品更能够让民众对社会问题产生共鸣 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个体在面对机构 或在面对体制的时候 感觉到那么无力的时候 而明明又有一些跟他息息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 艺术家的任何对社会的回应 是很有可能具有启发性 艺术家郑兆敏请两位演员 一位朗读桃渊明的《桃花园记》 另一位则用钢琴弹出悲伤的曲调 凸显理想乌托邦及现代社会的冲突 导演阿比查邦则从泰国农村拍到都市 记录下泰国人的记忆碎片 中间穿插反对112法条 对皇室不敬的标语 讽刺泰国传统的威权观念 每一件作品都对政府体制 提出不一样的做法 策展人说希望大家看过这些影片后 更能够关注社会议题 延续公民的力量 其实事件式的运动 它绝对不会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应该是 在这些大的运动之后 我们如何持续地去酝酿 或者去储存公民的能量 它才有可能连接不同的事件 而不会说每一次 好像都去搞一个事件出来 然后其实就是跟前面无关 跟后面也不会有关系 这次除了展出艺术家的影片 现场还邀请参与运动的学者 分享经验 希望公民的力量 能够带领台湾走向更好的未来